回到《搶線報》的節目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黃光琴 國瑜啊 剛剛最新的訊息傳進來 就是友台 他們就是媒體民調 他們做出來 現在你們國民黨黨主席的 這個名次 結果好龍命第一 吳敦義第三 你是頸椎在後 你是第四 所以據聞這個 吳敦義他就破口大罵說 這是假民調 然後最後他的分析是說 的確你們是一個封閉性的選舉 一般的民調 怎麼會測出你們現在實際的 這個民調的取向呢 那好龍命尤其是第一名 那吳敦義如果到第三 你知道PK的時候 兩個人 才能夠最後進入決戰嘛 那你怎麼看這個民調 你有那麼吳敦義那麼 氣急敗壞 說這是假民調嗎 你對你第四名滿意嗎 我一點都不會介意 完全不介意 你的意思是說 沒有第六名就不錯了 不是 這種民調它就是個參考 不要動腹 因為我相信這個 您剛剛所謂這個 某一家電視台所去調查 也一定調查得很辛苦 第一個黨員不好找 不好找 第二個你現在還是打家用電話 還是手機 大部分現在都以手機了 但因為國民黨的黨員年齡層 可能會高一點 打在家裡面 打在家裡一定要問他 你是不是國民黨黨員 那現在事實上大家接到家用電話 也都很害怕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詐騙集團 也不太願意表達自己的政黨取向 如果真的民調這麼有效 美國總統川普不可能當選 你看看投票前一天 美國總統川普對著希拉蕊旁邊 好萊塢巨星 雲集籃球巨星 棒球巨星 政壇大樓 川普就一個人 也是像萬用鑰匙一樣 希拉蕊旁邊灌溉雲集 最後一開 川普當選 所以這個民調 在當前這個時代 已經他這個準確性是被質疑的 再來國民黨黨內的選舉的民調 是更值得令人這個 打一個問號 然後我個人來講 你說我開心不開心 我非常開心 第四名你覺得已經很滿意了 不是因為 因為所有的網內民調我都第一名了 是 然後大家說 這個網內民調不準啊 網路民調 跟真實的民意有落差 但好歹咱們也拿了個第一名 對不對 所以說 只要這個民調出來 我都是很開心的 對國瑜你現在是打空戰 你剛剛提到 提到這個網路的上面的一個人氣 的確韓國瑜歷來都是領先 我剛剛在第一段節目已經介紹了 那你不會真的當真吧 網路民調並不等於實際的狀況 或許是一個 網路上的一個趨勢而已 你怎麼看待 每一個人 每一個國民黨的黨員 他不會是孤零零的城堡 他有他老婆孩子 有他的同事 同好同鄉 有孫子等等等 他的群體慢慢慢慢會感染 如果這些其他的朋友都認同我 雖然他不是黨員 他自然而然會去找黨員 你投票的時候請注意 你應該投誰 其實我們接到這樣的一個訊號了 這兩天 歐洲、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澳大利亞的 紐西蘭的 下禮拜 加拿大溫哥華的 這些黨員在聚會 我都接到訊息了 他們會有他們的想法 聲音會傳過來 事實上我覺得 我還在基層 我的選情啊 就像洗沙瓦呢 肚臍炎以上冷冰冰 肚臍炎以下熱呼呼 哈哈哈 你這個一下肚臍炎很接近 因為說了老大都不喜歡我 那你大概在什麼位置 如果真的民調做出來 有這樣一個踢台的一個排序 那你自己現在已經在跑了嘛 上次你們這個車輪賽 我們大家搶人大戰了 你還是我的第一跑 你走了之後 我們再來的 你這段時間跑了很多地方 那你自己知道啊 墊墊精良 可能怎麼樣的排序 你心裡面你認為呢 我認為我情況相當不錯 我認為這個 某一位候選的陸軍 是敗外窮兵 那某一位候選 他把黃菲英躺步啊 掙扎不盡水泡不盡 國強啊 像銅牆鐵壁 那我呢 是用穿越式的 就每一個票 都會有我的票 因為我是理念票 那你大概在什麼位置 你認為比第四名好 我想我應該在第三名吧 你覺得你在第三名 那就插林門一腳 把某個人屁股踢一下 把他踢下來 那你就可以擠進第二名 這個打網球一樣嘛 穿越嘛 如果給我們繼續穿越下去以後 這個勝進去以後 慢慢我想是 從第三天往第二爬 那這是我們自己猜測 那你認為有人講說 郝龍斌後來居上 郝龍斌有這麼好的光景 我覺得好是 他的票員 可能黃沐星有分道哦 我覺得好市長是一個很敦厚的人 我話說回來 他是一個非常敦厚 應該來講也比較 我們北方人講的 一些比較厚道的人 他是比較厚道的 但是 他的剎那之間獲得這麼高度認同 我是懷疑的 你是懷疑 你不認為他是第一 那你認為誰第一 我認為現在紅跟烏是第一 還是紅烏大戰 這個真的是大白話 剛剛這個我們聽到 韓國瑜口中 什麼阿姆斯特丹都來了 我跟大家簡介一下 我今天看到一個媒體的報導 對不起 我們download的時候 沒有這個姓名 那你知道他這篇報導 我覺得相當亮眼 為什麼 你知道國民黨的黨主席戰 是打到海內 要決 海外 要決戰境外的 你知道嗎 過去馬王之爭這篇報導講說 連烏拉圭的10張黨員票 他們都互不相讓 然後呢 海外黨員遍布五大洲 海外有將近100個支分部 除了南美的烏拉圭 非洲南非 還有死瓦氣爛 賴索托 都有黨員和組織 那海外黨員的名冊 你不要講海外黨員 你們黨內的 對不對 國內的這個 你們自己國民黨的 這個都是機密 好啦 他這邊講就是說 黨主席直選之後 國內選舉人名冊 過去在完成 林表之後才提供海外選舉人名冊 則是從有直選以來 從來沒提供過 那洪秀珠跟吳敦 他們都在僑借人氣高 這是媒體的報導 某種程度有可信度 什麼同鄉會啊 哪裡都去了 我就不一一念了 洪秀珠還展開海外募款 郝龍斌 他從台北市長任內多次訪美 去年九月全美台聯會年會 他就發表過專題演講 吳敦也去了 菲律賓啦 郝龍斌還有什麼退休大使 幫他爭取海外選票 我就一直在看啊 張啟賢有沒有 張啟賢在南加中已經成立 黨主席選舉海外後援會 我一直想說那 韓國瑜可能沒有 結果發現空戰奏效了 美國休斯頓有支持者看到 你的影片主動幫你連數 所以不只休斯頓 海外的這個戰場 國瑜你覺得呢 怎麼打啊 一萬三千票 一萬三千票 所以講了這麼多 其實一萬三千票 可是一萬多也很多咧 你不是罵過洪秀珠說 你叫那個黨代表還要幫你 連數一百個 我沒罵過洪秀珠 我只有罵現象 現象 我從來不點名罵 好的好的 我們等一下再戲就對了 你說一萬三千票其實也很多 在海外 那你怎麼跑啊 怎麼跑得了 跑不了 誰都跑不了 因為這個東西只能靠理念認同 而且還要金錢啊 沒有 你沒有資源你怎麼去 飛行票一買飛票 飛來飛去 飯店一住就不得了 而且當地的接待等等 交通費用 隱私費用 這費用是太大 你要知道 光你現在 很多關 這個收音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不太清楚 我們第一關 兩百萬台幣 如果打到前兩年 對不起 你還在花六百萬 因為在第二次投票 每次投票一千兩百萬 兩個人嘛 各發六百 然後債募款要一千萬 也就是打完之後 最少一千八百萬 也就是 假設像我的狀態 那你錢哪裡來 去銀行借一筆錢 那我選國民黨黨主席 你們有貸款嗎 那我們不是瘋了嗎 沒有貸款 所以我要求 昨天我提出 一輪就決政府 這樣問你 不要再勞民傷財了 你可以說就是你們六個 六個對 誰第一 誰就選上黨主席了 不要在第二輪 第二輪的話 你還在花一千兩百萬 因為五百個投票 投開票所 這家監票人員等等 一個人要花六百萬 兩百萬加六百就八百萬 然後你還募款一千萬 等一下花到一千八百萬 你就瘋掉了 而且這個 只要第一名出來 他是最新民調 那有人一派說法說 這個全代會通過 全代會通過是死的 人的腦袋是活的 你這個只要大家都 共同聯署的話 而且百分百 有五個人會落選 只有會一個人當選 既然五個人會落選 我們現在把這個契約書一樣 同意書簽好 我們大家通通輔佐第一名 做好黨主席工作就好了 這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不用我這個方法 第一輪選完之後 將來一定合眾連橫 媒體繼續去罵 人民看得煩得快煩死了 黨員看得非常擔憂 人民看得非常厭煩 所以跟黨代表選舉綁在一起 你也覺得無所謂 完全沒有關係 你第一名 你不管是三十趴 三十一趴 三十二趴 你只要第一高票 你去當黨主席 現在當黨主席 就是做牛做馬 你不可能吃香喝辣 那現在你這個呼籲 除了你之外 有人回應嗎 有人附和嗎 我覺得好像很難附和 大家好像很喜歡 一直站到第二輪去 他們一直在想 韓國瑜腦袋中有什麼陰謀 有什麼陰謀鬼計 完全沒有陰謀鬼計 第一個 人民已經厭煩了 不要勞民傷財 而且這個黨主席選舉 根本不好看 你覺得不好看 老的角色嘛 老的劇本嘛 老的電影院 老的板凳 老的瓜子 然後劇情不變 觀眾早就想退票啦 你看這個黨主席 越打越冷 越打越冷 代表人民不想看 那你這次跑到哪些地方 跑到屏東 跑到屏東 你們有些場次沒有開放給我啊 那是過年前記得 這個也不能怪黨部 因為他那時候並沒有宣布 我跑到屏東 跑到高雄 跑到桃園 跑到桃園 然後跑到彰化 跑到雲� 等等等 不是國民黨黨員 他是看都不想看 最多 好熱鬧 到底在裡面有什麼好看的 搞不清楚 為什麼那麼多人選 黨員非常憂慮 這個黨分裂怎麼辦 所以現在的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 一輪決勝負是最好的 我的感覺是 所以你海外 你從來沒去過 也不打算去 沒辦法 要去五大洲是不可能的 要去五大洲不太可能 可能會因應 你剛剛講的那幾個地方 有人跟你招手 我聽到你的眼說 你可能會去一下嗎 大概機會也不大 也不大 反正就是空戰打到底了 空戰打到底 然後拜託也打到底了 然後把理念闡述講到底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詢問這個國語有關 其他層面的 譬如說 昨天就參加了一個協調會了 大家在爭執啊 要不要來一場電視辯論會 有人講說那證件發表會就好 現在也有電視台 願意跳出來煮飯啊 就來一場電視辯論會嘛 有那麼大的問題嗎 我們休息一下 今天廣告馬上回來